全球大視野中天的優質國際新聞 我們開會人囉 歡迎大家加會員成為 全球大視野的一份子 支持應援123 訂閱按讚加會員 全球大視野直播線上見 好最近一陣子呢 我們看到了中國大陸的海軍 像下水餃一樣 不斷的有突破 尤其呢是 這個十週年的航母紀念 那中國大陸呢 也才剛慶祝完第三艘航母 福建艦展開細薄實驗 那麼同樣的有這個電磁彈射技術 而且號稱啊 是美國最新最先進的 美國最貴航母福特號 他才終於出航 你一定覺得很意外吧 可是福特號不是已經 你知道下水已經這麼久時間了 怎麼才出航呢 問題來了 他還真的蠻多事情的 首先呢 他這次的出航啊 要加入盟國部署 福特號在美東時間4號正式的出航 這是展開2017年服役之後 首次的部署 那福特號呢 是美國海軍40年來設計 第一艘新型航母 第一次的任務呢 要加入北約盟友的演習 為明年正式巡弋來暖身 那美國海軍表示呢 這個福特號航母呢 要自2009年11月正式開始建造 那麼另外呢 美國海軍現在已經開始建造 接下來有兩艘福特級航空母艦 肯尼迪號 還有企業號 那麼根據美國海軍發布的新聞稿呢 這次的部署呢 涉及的國家來自9個國家 一共有9000人 20艘船艦跟60架飛機 那麼包含美國 加拿大 丹麥 芬蘭 法國 德國 荷蘭 西班牙 還有瑞典 美國海軍40年來 第一艘新型航母福特號 4號從維基尼亞州的 諾福克港出航 展開服役後首次部署 美國海軍表示 這次任務是為了讓福特號 和北約盟國演習 為明年正式巡弋做準備 約2700艘船艦 是為了船艦的船艦 之後船艦被申請 福特號2009年底開始建造 2017年正式服役 原定2018就能展開任務 不過因為問題不斷 時隔5年才展開首次部署 福特號配備23項新技術 包含擁有比尼米茲級航母 多三倍電力 使用電磁發射系統 和雙波段雷達 福特號是福特級第一艘航母 美軍也已經開始建造 其他兩艘福特級航母 和大陸航母福建艦相比 福特號排水量10萬噸 配備四套核動力電子彈射系統 三台飛機升降機 來負荷75架以上 以F35為主的艦載機 作為首艘國產彈射型航母 福建艦的誕生 對航母部隊的發展 有著深刻的意義 而福建艦排水量則約8萬噸 同樣配備電子彈射系統 差別在於只有三套 並且以傳統動力發電 福建艦配備兩台升降機 搭載將近70架艦載機 以殲-15戰鬥機為主 雖然數量不比福特號 但未來可能會配置無人機 屆時總數將達到100架以上 儘管因為惡物戰爭情勢緊繃 福特號目前先和北約進行演習 不過大陸近年積極打造航母 未來美中在印太地區 秀肌肉的航母軍演中 福特號很可能將和福建艦 同場互別苗頭 記者劉家宇報導 既然是最先進 也是最貴的航母福特號 這個造價呢 就是高達133億美元了 想必呢 這個船艦上所有的設施設備 應該都是最先進的吧 但是際上呢問題一堆 美國的前總統川普 其實呢 他有很多次上船艦去視察的時候 他就大抱怨 抱怨什麼呢 他覺得 第一他說福特號的外型 長得很醜 好這川普個人的言論啦 但是問題來了 比較實際的包含呢 建造福特號的時候 這成本不斷的在追加 就連福特號引以為傲的 電磁發射系統 川普都認為 一直搞不定 那要不要改 就是根本就不要用 這個電磁彈射嗎 應該改為原本傳統 蒸氣系統比較穩定啊 儘管在2017年交付 但是一直拖到前幾天 就最近2022年的10月 才展開首次的作戰部署 根據五角大廈先前的報告指出呢 問題出在哪呢 福特號包含了 他的飛機的升降系統在內 有很多重大的系統缺陷 福特號他配備的是 最先進的電磁彈射系統 還有呢 降落 飛機降落的時候 這個攔截繩索 可以把戰鬥機 彈射出去 或者是降落的時候呢 即時抓住 降低高度的這個戰機 但是呢根據美國國防部評估報告 這個技術呢 其實可靠性啊 美軍研發的這一套 好像不如預期 因為呢 在之前頻頻出現了故障 所以呢 因此就有很多系統的調整 從2019年到2020年的實驗之間 每181次的彈射 就會有一次的故障 還萬萬沒想到 有一項很燒錢 就是呢 航空母艦上 如果說馬桶堵住 那不得了 這一次呢 是1200萬元的事情喔 海軍通馬桶 他們要用一種特殊的酸性溶劑 去疏通馬桶 要花40萬美元 超過台幣1200萬元 其實這種狀況呢 美軍也不是第一次問到 但是上一次 因為有馬桶問題呢 而被這其他部門關注 其實是很久以前 1986年 當時候呢也是這個船艦 但是呢一座馬桶 居然要花640美元 將計台幣2萬的馬桶 引發這個太貴了吧 這觀感的醜聞 但是呢 以美國的這些你知道 軍事方面的這個預算 對比台灣 台灣2023年 就是明年 國防預算 台幣5863億元 對比這一次的馬桶事件 你可以感受得出喔 台美之間這個預算的巨大差距 好再來 尼米茲級航母就這幾天出大事了 美國的商業內幕2號報導 美國海軍證實了 航母上呢 這個船員呢 其實呢 航母出巡 船艦上的水資源 非常的珍貴 但是船員說用來洗澡跟喝的水 居然遭到航空燃料 JP-5的污染 哇連喝的水都被污染 這不得了 據說有匿名的船員 就跟媒體說呢 這個嚴重的狀況 比美國海軍對外說明的更慘 到10月1號為止 有10名船員呢 就航母上的船員喔 他們因為呢 使用包含喝或者洗澡 用到這個污染的水 健康出狀況 但是呢 有人就說 這個醫護人員居然拒絕治療他們 而且不承認說他們身體狀況 跟這個航空燃料有關係 還說呢 所有的醫療記錄裡面 都沒有出現 航空燃料JP-5的字眼 到底為什麼出狀況不承認呢 這是美國航空母艦 目前我們幫大家整理的狀況句 好再來呢 大陸目前呢 還在十一國慶 那全國呢 也因為連續長假 爆發了這個出遊潮 不過呢 在看旅遊之前 我們先來看一下硬核片 央視呢 公布了一段 大陸解放空軍 面對外國軍機的掛彈挑釁 在對峙兩個多小時之後 將對方驅離 外星飛機一個電队走了 另外一個電队又來了 我們掛著彈 和他們對上了兩個多小時 最終將他們驅離 好我們說到十一長假期 當然免不了 出去玩就要做好 這個人擠人的心理準備 微博上所有民眾發文 他跟朋友一起去安徽的黃山 沒想到 黃山原本應該很清幽的吧 遊客太多了 他們在山上的每十分鐘 只能走一公尺 他們早上十點就上山 結果到了傍晚六點鐘才下山 當時上了山之後 其實我們看到那麼多人 當然我們就不想去了 但是來都來了 後面的人都已經跟上來了 已經是把我們擠上去了 我們也上不去也下不來 非常無奈的心情 再來呢其實今年大家萬眾矚目的 就是中國的航天 尤其是在這個宇宙當中 航天員首次在太空當中過國慶 那麼也曝光了一系列的載鬼攝影作品 畫面當中可以看到 正在中國空間站執行任務的 神舟十四號三名航天員 一起享國旗敬禮 身在太空心系祖國 最愛的還是那一抹中國紅 陳東、劉洋、蔡旭哲三人 還分別與五星紅旗單獨合影 他們或點贊或比心 太空中的他們也為祖國 送上了自己深深的祝福 現在您看到的是 神舟十四號城所拍攝到的地球畫面 這是陳東拍攝的中國空間站 過境祖國上空的畫面 星空是心之所往 祖國是朝思夜想 空間站外的大型柔性太陽翼 也在畫面中清晰可見 太空中看月亮是什麼樣的呢 陳東、劉洋還分別拍到了 空間站視角下的月球 日月灰映在天空 正期待後續 孟天實驗艙的到來 這是航天員蔡旭哲拍的綠植 小小的嫩葉給空間站帶來一片生機 山河壯麗 星辰奪目 這和蔚藍的星球裡有航天員牽掛的祖國和親人 每一張照片也寄託了他們對祖國的祝福 謝謝我們粉絲觀眾朋友們的應援 你們的留言一針都會看喔 接下來一個好消息 中國第四批的預備航天員選拔工作呢 最近已經啟動了 那麼這次選拔的航天員呢 是由中國載人航天工程辦公室 統一來實施預計呢 一年半左右的時間 然後呢第一次在港澳地區選拔載核專家 中國空間站等你來出差 誰會來出這個差呢 其實從1992年9月21號開始 大陸中央批准了國家載人航天工程到現在 已經有30年的時間了 從1995年到2020年呢 中國已經完成了3批的預備航天員選拔 從神州5到神州14 中國已經有14名的航天員 23人次上過太空 那這一回中國空間站等你來出差 要選拔12到14名的預備航天員 那麼包含呢 要選什麼樣的職稱呢 來這邊幫大家做了整理 航天駕駛員要7到8名 航天飛行工程師跟載核專家5到6位 其中呢載核專家大約是兩位左右 那麼這個航天的駕駛員呢 會從陸海空三軍現役的飛行員當中來選拔 航天的飛行工程師呢 就是從事航空航天工程 相關領域科研的技術人員當中來選 比較不一樣的是載核專家 會從從事太空科學研究 相關領域的科研人才當中來選 那麼1995年開始呢 中國大陸第一批的預備航天員選拔 很多人好奇想當航天員 到底要有什麼樣的條件呢 跟飛行員一樣嚴苛嗎 不是更嚴格 首先呢基本條件這個年齡25到35歲 你的身高不能太高也不能太矮 1米6到1米72 體重呢55到70公斤之間 重點是你不能會打呼 哇是不是有一票會打呼的朋友 已經在感嘆了呢 另外呢航天這個詞啊 其實是由科學家兩旦一星的功勳獎章 前學生他首創的 就是在1967年的時候 有一次他在談話當中他提到了 人類在地球大氣層裡頭飛行叫做航空 在地球大氣層以外的飛行叫做航天 他說呢也只有美國啊 還有俄羅斯啊分別實現 應該說蘇聯載人航天之後 前學生說我們先把載人航天的 鑼鼓敲起來 再來我們來看中國的航天員的 女教頭黃偉芬就說 這個航天員的選拔呢 就像是沙里掏金千挑又萬選 他說航天員不只選出來 你還得經過訓練 航天員的訓練真的是千錘百鏈 而且是百鏈成鋼 他介紹全世界呢 也不是每個國家都有辦法訓練航天員 也就只有俄羅斯美國跟中國 有完整獨立的航天員這個選拔技術 那選拔有多嚴格呢 首先當然這環境的耐力跟適應性都要夠的嘛 這個是最基本的包含了超重耐力 潛艇功能跟噪音敏感性 反正一共有17項這個生理功能喔 你就已經得要先符合條件 那黃偉芬他就舉了一個例 他說呢有一位受試者在接受潛艇功能的實驗 他說剛開始呢會做一個轉椅 他說剛開始他做這個會吐 後來已經發展到他只要聽說今天要做這個轉椅實驗 他就會想吐 你就可以知道了所有的這些航天員 真的是萬中選一真的都是經過了非常難熬的訓練 但是他們都熬過來 再來中國大陸除了在航天上的發展 中國大陸的基建真的是不斷的我們看到超越美國 在沙漠裡頭的公路通車了 在國慶期間新疆東部最長的資源公路G312沙子泉 到東沿湖的公路正式通車這通車之後不得了了 連貨高速到東沿湖的這個礦產資源 除了車可以走之外 車可以走當然貨物就可以通 這礦產資源的運輸通道就被打通了 也促進了當地的礦產資源的開發 還有經濟社會發展都有重要的作用 G312沙泉至東沿湖公路建成後 將打通連貨高速至東沿湖的礦產資源運輸通道 通行里程從266公里縮短至104公里 通行時間從4個小時壓縮至2個小時 極大改善沿線的銅鐵礦等重要礦區的交通運輸條件 很難想像這整條路線 你可以看到真的就是荒漠 穿越戈壁荒漠地帶就是沙漠公路 沒有人沒有水沒有電 而且這個氣候白天很熱晚上凍得要命 惡劣的氣候環境還是沒有辦法阻礙中國大陸的基建 這個直通大漠 然後現在這條公路的通行也帶動經濟發展 再來印尼將會在11月舉行G20峰會 習近平呢可能會出席 那麼到時候同一時間呢 這個雅萬高鐵也要進行展示運行 那麼印尼的總統佐科威呢 特地發出這個邀請還 邀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呢 有機會的話一起來搭乘 我們來聽聽這個雅萬高鐵項目工程人員的最新說法 我們會對這個車廂和車廂之間進行一個恢復的一個編組 八截車廂全部編成一列之後 再通過工鐵車推到我們這個檢究庫裡面 進行靜態的調適和動態的調適 我們選用的工人從零開始 一直到現在有些重要崗位已經能夠升任 特別是在我們崗位廠漢 有些工位都已經是印尼方自己已經獨立操作 這條是印尼通往雅加達到第四大城萬龍的一個高鐵 是東南亞第一條高鐵 也是中國大陸首度將自己的中國的高鐵技術 還有組裝列車的技術向外輸出 中印兩國對這個項目都有很好的評價 預計雅萬高鐵在明年六月份要開始運行 你是蘋果迷嗎 會不會覺得很討厭新舊手機 這個充電線換來換去的以後或許不用換了 歐洲議會在今天正式通過法規 2024年以後 也就是後年的年底呢 歐洲的這個智慧型拉手機平板電腦拉攝影相機的街頭 一律得要採取Type-C規格 歐洲議會當天以602票贊成13票反對的投票結果 通過一項有關統一便携智能設備充電接口的法案 所有手機平板電腦數碼相機耳機鍵盤鼠標等設備 將在兩年內統一充電接口 不過筆記本電腦統一充電接口的日期稍晚 從2026年起全部使用 USB Type-C接口充電器 支持者認為 統一充電接口將為消費者提供便利並降低成本 預計蘋果公司將是受影響最大的企業之一 新規將迫使蘋果放棄使用其特有的閃電接口 改用諸多競爭對手已經在使用的接口 不過路透社報道稱 歐盟新規可能也會給蘋果公司帶來積極的影響 或可推動消費者購買和使用USB Type-C接口的 蘋果新產品 歐盟多年前就開始推動統一便携智能設備充電接口 但是蘋果公司並不買賬 認為此舉有礙創新 好 再來到底有沒有要買呢 潮了很久 終於證實了 馬斯克確定要收購Twitter 好 富豪馬斯克的說法 是說雙方從4月份開始達成了440億美元的交易 經過半年的法律訴訟之後呢 終於有結果了 美國的券商分析師認為啊 這是因為馬斯克認為他勝訴的機率不大 因此做出要按照原協議完成收購的決定 好 馬斯克每一次只要在Twitter上發文 不得了一定會引發轟動 最近呢 就是他發起了一場 這個俄烏的和平公投 但是沒想到烏克蘭人好像也不買賬 美國議員富翁馬斯克呢 在Twitter他提了這個什麼和平計畫呢 就是呢 請網友對於 終結烏克蘭戰爭這個提案 表達意見 然後呢 不只烏克蘭總統 澤倫斯基還有很多的官員 都開始來回應這一份投票 這個馬斯克在Twitter的這個協議內容 包含他說 第一點 那俄羅斯佔領的烏克蘭地區呢 再度舉行一個兼併公投 然後要由聯合國來監督 或許你會想 這公投就已經成定案 那今天普丁都簽字了 你發起這個公投是要來刷存在感嗎 好 第二 承認俄羅斯對克里米亞半島的主權 光是這一點 這烏克蘭人肯定是不買賬的 第三點 確保向克里米亞供水 第四 給予烏克蘭中立地位 好 還沒完 這個投票已經引發爭議 然後呢 馬斯克又發起另一個投票 讓親烏克蘭 你知道嗎 不得了 駭客網軍都動起來 什麼內容會讓這個駭客這麼生氣呢 投票內容就是說 住在頓巴斯跟克里米亞地區的人民 是不是可以自己決定 他們到底是屬於俄羅斯 還屬於烏克蘭的 那有網友就對馬斯克表示啊 你在這場俄烏戰爭當中 你的SpaceX的心鏈 也幫了烏克蘭很多 但是呢 你現在的這番言論呢 讓烏克蘭人很生氣 好 當時候這個投票啊 200多萬的網友 推特推友 參加投票 結果沒想到這個投票贊成的 是高達56.5% 那沒想到呢 烏克蘭開始有很多的這個政治人物啊 挺身而出就希望呢 要來做這個做出這個回應 結果呢 萬萬沒想到最後是 駭客投的票 俄羅斯官媒RT他聲稱呢 原本剛不說了 六成網友支持這個 馬斯克的這個和平公投的方案 結果呢 有一個親烏克蘭的帳號 因為烏克蘭人不是很生氣嗎 他們就召集的是駭客網軍 然後呢 就把這個投票結果給翻轉了 這個投票進行了大概9個小時 將近200萬個帳戶投票 結果最後呢 贊成的反而變低 反對的變成61.7% 有網友就說 我真的很想知道這場投票 到底有多少機器人來投票 那馬斯克呢 最後也說 真的 這是他看過最龐大的機器人攻擊 好這是這位富豪呢 在推特發起的一場 已經成定局的公投衍生的 這主要也是讓我們知道啦 真的有網軍存在 而且網路上的投票是可以被改的 好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美國心心念念的抗中 怎麼可能有停歇的一天呢 美國商務部計畫 在這個禮拜要出台 一系列新步驟新措施 限制中國大陸獲得先進半導體技術 以及用在邏輯跟存儲晶片生產的 半導體設備還有軟體等工具 那外媒就引述知情人士說 部分的大陸企業的政府研究實驗室 還有其他的這個實驗預計呢 可能以後會面臨像華為一樣被卡脖子的許多美國限制 那事實上呢任何使用美國製造技術的公司呢 都會被阻止被美國政府列入黑名單 那大陸實際進行銷售 目前其實還不知道哪一些公司哪一些實驗室會被美國列入這個黑名單當中 但也有人說這個新的指引呢把最近的這個 音業達還有AMD半導體出口實施相關的限制 根據目前的指引呢 應用材料公司等等 美國半導體設備製造商在某些情況下 獲准向大陸銷售設備 或者是為一些大陸公司配備生產先進程度比較低的半導體設備 還說這個禮拜呢可能就要宣布新的措施 包含正式的限制生產14奈米或者是更先進的晶片技術 那再來呢怎麼樣限制人民幣還是超越美元咯 在市場上的交易 在莫斯科交易所的交易 這是俄羅斯商業諮詢網站 引述莫斯科外交所的這個數據 10月3號莫斯科交易所呢 完成了7加1人民幣盧幣的交易是64,900筆 金額達到了703億盧布 那同一天呢美元盧布的交易29,500多幣 這個交易額是682億盧布 這代表著人民幣交易額在莫斯科交易所 已經超越美元成為莫斯科交易所 交易量最大的外幣 世界銀行也預測受到了俄乌衝突 烏克蘭的經濟在2022年可能會萎縮35% 與此同時呢世界銀行也調高了 對俄羅斯今年國內生產總值的預期 根據世界銀行的預測 受到了西方制裁打擊的俄羅斯 預計2022還有明年可能會萎縮 百分之4.5%到百分之3.6% 好倒是美國現在呢 前一波因為疫情很多人居家上班 遠距離工作但是這群人可能會成為 裁員的第一目標 在美國有一份調查顯示 全球多數企業的執行長CEO認為 經濟衰退即將到來 包含美國一直在升息 成本都在增加 美國接受這個訪問調查的CEO當中 有超過一半的說 考慮在未來半年內裁員 然後另外一項調查指數呢 這個高層主管都認為裁員的行動 會從遠距工作者著手 在美國51%的執行長呢 考慮六個月內裁員 然後呢有十位的CEO當中 八個人都有一樣的想法 而且偏好那一些呢 不進辦公室就是遠距工作的人 百分之65的人表示 實際出勤其實是比較理想 百分之28認為這種混合的工作模式 是還可以只有7%是偏好 完全的遠距工作模式 那烏克蘭的經濟在這一連串的戰爭之下 恐怕雪上加霜 世界銀行的最新數據 烏克蘭在這場戰爭當中 今年的經濟預期是收縮35%的 烏克蘭人很多人一早就已經逃跑了 離開他們的國家到別的國家去生活 世界銀行在報告當中表示呢 如果烏克蘭想要重建要復甦 至少還需要3490億美元 大約新台幣要11兆多 相當於烏克蘭佔前經濟規模的1.5倍 這個報告點出呢 現在全球的原油天然氣還有煤炭的價格 在2021年初開始上漲 但是呢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就導致了歐洲跟中亞的通膨 而且這是數十年來前所未聞的高水準之下 所以呢許多東西的價格直線飆漲 原油天然氣煤炭的價格狂飆 一些依賴能源進口的國家 還有對歐盟能源市場密切的各個國家來說 痛苦指數都增加了 世界銀行認為每個國家都應該做好 準備因應短缺歐洲還有中亞 今年的經濟預期也是收縮0.2% 2023年預期會成長0.3% 但話說回來這個經濟成長等於是 明年一整年都非常的低迷 好再來呢北溪斷線之後 這海底的纜線也斷 有沒有關聯呢 開始有很多的陰謀論出來了 這是在10月4號挪威廣播電視公司報道 從羅佛敦亨寧斯維爾到這個Svaler 出現的海底電纜問題斷裂 而且呢這個斷裂的地方很奇怪 在亨寧斯維爾以東500米處 目前呢已經開始在整修了 但是可能需要一個禮拜的時間 那麼這電力公司說 根本不知道到底電纜為什麼會斷裂 只是北溪1號2號天然氣管道 這個洩漏之後呢 都還沒查出來問題狀況在哪裡 挪威現在呢很擔心會不會又受到一些 莫名其妙的攻擊 武裝部隊已經加強了 對石油跟天然氣設施的巡邏